是一个基础 那我们想要更好的学习吉他 对于吉他纸板的这个音阶还是要清楚的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音阶 音阶就是由低到高的顺序 或者由高到低的顺序 把音符进行排列 叫做音阶的上行或者下行 这么一种排列叫做音阶 纸板上的音阶的密密麻麻 想要记住这些音阶 如果你去死地用背 那这是最悖的一个办法 还必须记住 因为吉他纸板上这个每一屏 它都有音 其实它是有很多规律可循的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些规律 在吉他上六弦和一弦 它的音是相同的 但是它们是两个八度的区别 比如六弦的空弦音是密 那一弦的空弦音是高音密 六弦是低音密 一平低音发 一弦一平是高音发 两个八度 三平低音密高音密 这样一个区别 一弦和六弦我们记住了 我们再来看空弦音 空弦音状态下 米拉软骚咪 和十二平 米拉软骚咪 它们是一个八度的关系 静音密和米 软高音软 吸高音吸 一个八度的关系 这是空弦音和十二平 那吉他六弦到五弦 五弦到四弦 四弦到三弦 还有二弦到一弦 它们都是纯四度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 相邻的两根弦上的同一品上 它们的音是纯四度 也就是说刀 下面肯定是发 对 下面肯定是骚 那么下面呢 就是拉 另外一个规律 就是米发和洗刀 因为它们都是半音 那洗刀下面肯定是米发 那当然二三弦除外 那洗刀下面是米发 它就组成了一个正方形 也是便于记忆 那只有二弦和三弦 因为它们是大三度的关系 那洗刀下面的米发 又移了一品 所以在二三弦上 刀下面是变成了咪 那发在下面呢 变成了拉 因为它们两个音 都是大三度的关系 那么再来看一下 各个调的相互关系 我们以C调 作为参照 就可以发现 D调音阶 从G二屏开始 和C调音阶 是完全一样的 那E调呢 从4屏开始 从4屏开始 就和C调 这个音阶 完全一样 我们看F调 从5屏开始 就和C调音阶 完全一样 那我们再来 以G调 作为参照 在A调呢 从G二屏开始 就和G调 音阶 完全一样 B调 从第四屏开始 和G阶 音阶 这个音阶 完全一样 其实上面 所总觉得呢 也是一个变照夹的原理 那如果你使用 你使用变照夹 我们在弹唱的时候 会利用变照夹 改变歌曲的调 来找到合适 你自己的 这个弹唱的音域范围 比如说一首歌 原来叫是C调 那我在 不加变照夹的情况下 来弹唱 它就是C调 那如果我觉得 有点低 也要升几个调 你往上升 如果是加载5屏 还是按C调 和弦来弹唱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了F调 那所以我们在 学习音阶和和弦的时候 要注意总结和思考 那纸板上的规律呢 还有很多 后面呢 我们会继续的讲解